那大连蛋子来 岳云鹏 这不是一般的演员啊 不是 这是我们这前两年最红的演员 在德云社年会上 郭德庚是这样介绍岳云鹏的 这是我们近两年最红的演员 足以看出来 岳云鹏是真虎 2015年的春晚 岳云鹏和孙岳表演相手 我忍不了 让他一夜爆火 从那之后 我的天哪 喜剧包在社交平台上疯狂转发 那时候五环之歌更是家喻户晓 但是真正让岳云鹏 在喜剧圈站稳脚的 就是2016年的欢乐喜剧人 没错 他就是贯真 岳云鹏到底能有多好笑 这么说吧 只要他一出现 不用开口说话 就是站在那里 观众朋友们就会嘴角疯狂上扬 这几年除了相声之外 岳云鹏在电影综艺上 都全面开花 从2019年开始 岳云鹏更是连续三年 登上春晚的舞台 小叶月可以说是 非常的受欢迎了 在相声界的名气 和他师傅郭德纲 不相上下 人气这么高的岳云鹏 自己成立工作室 是完全有资源的 观众也愿意为他买单 但他为什么 不自己出来单干呢 德云社虽然是相声协会 其本质上还是公司 既然是公司 有人进来 有人离开 这都很正常 这二十多年以来 也有不少人 离开德云社 但是 岳云鹏从2004年 拜师之后 这么多年 一直跟随郭德纲 为什么岳云鹏 愿意死心塌地的 跟着郭德纲呢 我觉得第一点 岳云鹏 有一颗感恩之心 岳云鹏 14岁辍学 从农村来到北京 期间 他干过门卫 干过保安 也学过电汉 最后因为没钱 只能去饭店 做服务员 因为服务员的工作 包吃包住 他一干就是四年 这四年以来 老板则骂 客人刁难 工作时间长 可以说是 吃遍了生活的苦头 他尝遍了人情冷暖 因为不想被开除 对待工作 十分认真 他努力地做到最好 干活麻利勤快 就这样 他的努力 终于没有白费 一位经常在 他这吃饭的老先生 看中了他 并且把他介绍 给了郭德纲 从那以后 岳云鹏开始了 漫长的学习相声的生涯 刚进德云社的岳云鹏 没有文化 也不聪明 吃的还多 虽然学习很努力 但是长时间 也没能出师 德云社其他领导 看到这样的岳云鹏 都劝郭德纲 辞掉小岳云 但是郭德纲 依旧力保岳云鹏 他说自己 认定的人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到了2010年 德云社内忧外患 在最困难的时候 曹云金 何云伟等人 造反离开 这无疑是对 德云社学上加霜 郭德纲看着自己 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 相继离开 十分痛心 同时 也不停地反省自己 为什么他们都会离开呢 也是通过这件事 老郭觉得 培养徒弟 要把人品 放在第一位 于是 忠厚老实的岳云鹏 受到郭德纲的重用 从此 他的相声生涯 开始改变 所以 正因为有郭德纲的力鹏 才有现在的岳云鹏 郭德纲 就是岳云鹏的贵人 可以说 没有郭德纲 就没有现在的岳云鹏 郭德纲 与岳云鹏 是知语之恩 栽培之恩 这些岳云鹏心里都知道 他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绝不会像他的诗歌一样 造反离开 当然 郭德纲对岳云鹏的帮助 远不止知语之恩 和栽培之恩 在采访的时候 岳云鹏说道 当年 他母亲生病住院 急需去大医院做支架 医药费需要十多万 对于当时还没有收入的岳云鹏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那个时候 他感觉天都要塌了一样 没有办法 就打电话给了师父 郭德纲知道此事之后 第一时间去看他的母亲 并安慰他说道 没事 宝贝 医生我给你找 钱我给你交 于是 郭德纲在北京给他安排医院 拿出十二万给他母亲看病 帮助他渡过难关 这对岳云鹏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他一直铭记在心 想着日后 一定要好好报答师父 还有岳云鹏的终身大事 也是师父负责的 当年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的岳云鹏 和妻子正敏结婚 彩礼 婚房 这些都是师父准备的 师母王慧 更是忙前忙后的张网 对待岳云鹏 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还有在一次节目中 岳云鹏 说自己没出名的时候 有一回上演 除了租场费用和固定费用 剩下的费用 郭德纲一分也没拿 全都给了岳云鹏 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郭德纲确实是位好师父 有这么一个好师父 岳云鹏在节目上指引 自己死都不会离开等于社 当然这么多年了 岳云鹏也有飘的时候 刚火的那几年 小岳也觉得自己太火了 还不太成熟的他 被各种眼前的小利益 蒙蔽了双眼 觉得自己现在有很多资源 据和当时的未婚妻说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他 可以自己出去单干了 妻子一巴掌 打醒了膨胀了的岳云鹏 告诉他 要认清自己的实力 醒过来的岳云鹏 才发现自己当时有多飘 那段时间天天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不得不说 小岳岳找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 没有妻子 也说不定自己会走弯路 一次节目上 主持人当着郭德纲的面 问他现在这么火 会不会想要离开德纹社呢 而我们的小岳岳回答 让人哭笑不得 他对主持人说 我一个小学文化水平 出去能干啥 首先文化水平达不到 别说出去单干 我现在连二队队长都当不了 而且也没有那个胆子出去单干 说这话 再配上岳云鹏经典的表情 让在场的观众捧腹大笑 但是我个人觉得 岳云鹏回答得十分真实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情商非常高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岳云鹏是从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子 他也经常在自己的相声中 调侃自己学历低 其实他对自己的定位挺清晰的 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 知道他现在拥有的成就 是来自德云社这个平台 是来自师傅的栽培 离开德云社这个平台 他将失去所有的资源 必将自寻死路 而且网友也会像当初 骂曹云金一样来骂他 记得当年曹云金离开的时候 岳云鹏在微博替郭德纲发声 心疼自己的师傅 同时也表明了忠心 当时发誓 一定不会离开德云社 不过岳云鹏能待这么久 我想这和郭德纲对人真诚 有很大的关系 真心待人 必定会有人真心对他 不过也看得出来 岳云鹏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我想他是真心跟着师傅的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